算命往往 我们在高雄找了100个算命 马一神像塔罗牌三星树 高雄市长韩国瑜说 要打造爱情产业链 也要将古色古香的绝江 注入新生命 打造算命一条街 却有丽云议员讽刺 没谈位进驻 没有发大财 这是店面 这不是路边的桌子 我们进去里面都是要装潢 我们都是打算要长久经营的 在旧绝江市场中 一开始只有一间面箱管入住 后续有其他算命老师来看 觉得这里气场很好 大家开始从摊位变店面 还打算在这里永久开店 目前已经有八间入住 韩国瑜打造算命一条街 明明已经有成绩 却还是被抹K 有算命老师看不下去 在家父病房 永远要担四年了 我们正求出家父病房 会担拼了 我告诉你 不要咪在那后面 那都要抹黑 原本没落的绝江商圈 带动起来 让民众知道绝江 有算命一条街 打出知名度 自然不怕黑函产产业链 来扯后退 记者陈古民刘一婷 高雄报道